首先是Metal Oxide 例如这样 Copper加这个 变成了这种 这个二正这个二负 因为它们之间是一个Ionic Bond 因为它倾向于失去Electron 它倾向于得到 于是就是直接将Electron 就是将两粒给它 这个很简单 但如果这个不是Metal 而是Non-Metal 那怎么办呢? 例如是Carbon 这样跟它react 那会变成CarbonDioxide 但里面其实不是给了Electron 其实它是这样 它有4粒 它希望跟别人分享4次 那它才会变成8 所以这边是这样 这边是这样 那这些是Covallium Bond 是龚家健 所以它并没有Iron 它里面不是Iron 但是呢 我们都可以简单地理解 当是好像它这个 给了它一样 而这个给了它一样 都可以这样看 所以你看到它这里 我当它是给了它人 所以变成了正4 这个负二 这个成2粒 又是负四 那都是平的 但是 不是所有那些Line Metal 都是这么简单 是这样做过Covallium Bond 例如有些这样 有一个Soufer 它是变成这样的 而Soufer 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 其实是不适合的 因为它是 它是第六个 我当是六正 这个负二 这个负二 其实是不平的 因为它那个Covallium Bond 结构比较复杂 它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些Line Metal 不是一定可以这样 这么简单地计 这些是要细计的 你可以 但是 比如说 这个 Fosphorus 其实 其实 它都可以跟它react 它会变成这样 先当是这样 它也是满足这个 也是很简单的情况 因为它是第五Group 所以正五 这个负二 它刚刚好平的 但现实上 其实它是两粒 这些负二 都黏在一起 所以它是变成了这个 实际上是这样的 但是 那些人叫名 还是叫回这个名 它叫回它做 这个 Fosphorus 的Pentoside 前面是P 所以这个 Fosphorus Pentoside Pentoside 代表是5的意思 只说这个5 但实际上 其实它是两粒 黏在一起 应该这样 是10 那 那 基本上看了它如何 然后 看看它 如果Metal Oxide 很明显 Metal Oxide 它是可以跟Acid 去做 React 接着 这两粒 黏在一起 这里就变成了 水 这边是Solk 而 例如如果它是Lon Metal 的话 其实是不可以跟Acid 去React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这里 它不是Iron 所以它不可以跟它黏 这两个更加不可以黏 这两个更加不可以黏 所以我们说 这些Metal Oxide 是简性的 就是它是Basic 这种我叫做Basic Oxide Basic 不是很基彩的意思 它是简性的Oxide 而 Non Metal 会如何呢 例如 如果我加水 它是会变成了 Carbonic Acid 而Carbonic Acid 其实是不稳定的 它很容易会变成这个 所以是双向的滑 但是 无论如何都好 它加入水里面 其实会带了酸性 这些药的酸性 就是 同样道理 比如说 我刚才 这些 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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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会变成的 因为空气污染了 之后有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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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这些 这些 基本上 这些 都会加水 变成酸性 这些 这些 是叫做 Acidic Acidic Oxide 因为它们 属于酸性的Oxide Betal 就是属于 碱性的Oxide Betal Betal